好 來看呂律師會怎麼樣來提議呢 首先這個房屋所有權是誰的 按顧物的說法是四個人的 那麼這個理由成立嗎 首先不成立 告訴你們不成立 這個房屋的所有權 根據目前的查明 要麼就是屬於你父親一個人的財產 要麼就屬於你父親 和你親生母親的夫妻共同財產 只能是二選一 至於是哪一種取決於 是否用你母親的公寧了 是否用了你母親的購房款了 那麼如果說這個房屋 登記在你父親名下 你母親人頭份沒有做貢獻 公寧沒有做貢獻 然後也沒有出購房款 在這種情況下 一般法院會認定 是你父親的個人財產 但是法院首先推定 在婚姻期間取得的房屋 是夫妻共同財產 首先是這麼推定的 必須是姑姑那邊 要有相應的證據 來舉證證明這個房屋 沒有你母親的份額 你母親也沒有出錢 也沒有用你母親的公寧 登記在你父親名下 因此是你父親的個人財產 他必須對此承擔舉證責任 他要沒有這相應的證據的話 就難度很大 因此 首先推定這是夫妻共同財產 這法律就這麼推定的 對你們是非常有利的 那麼姑姑她出錢的行為 應當怎麼認定 首先從法律上 她要承擔舉證責任 這是第三個大問題 不是說你寫了他出了錢了 就認定他出了錢了 因為這裡頭有幾個疑點 第一個疑點是 並不是父親給他寫的 所謂的這個欠條 因為父親去世了 是你作為繼承人的身份 在他的陳述下 你聽他說你才這麼寫的 是出於對他的信任 第二 周轉費上面 拆遷補償協議上 上面有周轉費 周轉費是一定要抵扣到 這個購房款裡去的 那麼這個周轉費 就絕對不是你姑姑一個人的 是四個人的周轉費 從這一點你姑姑說 所有的錢都是她出的 就是在撒謊 這是第二個不符合常理 第三個 即便是你父親給他寫了欠條 那麼數額大十幾萬 那個年代十幾萬 根據現在 如果認定是借貸關係的話 出錢了有了欠條不行 數額大 她必須舉證證明 我這十幾萬是哪兒來的 我有從銀行取款的記錄 要形成一個證據鏈 否則的話法院絕對不會認定 姑姑就出了這十二萬 因此這一點姑姑是難度很大的 她必須要有支取錢款的憑證 要形成一個證據鏈 才能證明出了十二萬 這一點也對你們有利 好 即便她出了錢了 姑姑無非想說我出了這個錢 第一 我出了這個錢贈予給你父親的 她肯定不會這麼說 她現在就訪了 對嗎 第二個就是我共同買房屋 我是投資 但是法院絕對不會認 因爲什麽呢 因為沒有和你父親有這個約定 而且她一會兒說我投資了 我是產權人 一會兒說我是四個被案件人 我佔四分之一 也是前後矛盾的 因為法律規定即便你出了資 想認定是共同買房 也必須是有共同買房的約定 而且這個房屋是微房改造的房屋 有它的特殊性 拆遷單位一定會認為這個房屋 以誰的名義買就是誰的房 在婚姻期間買的就是夫妻共同財產 拆遷單位一定會這麽認為 因此絕對不是出資 剩下的就是借貸 聽明白了嗎 即便它有證據證明出了12萬 就是借貸關係 好 你借給我12萬塊錢 我欠你的就是利息 我何談 要把房屋的30%給你 70%給你 我不能借你12萬用你10年 我給你300萬 多的那部分是高息 高利貸是不受法律保護的 我這麽分析聽清楚了吧 聽清楚了 好 就是姑姑出的那筆錢 怎麼樣也不能算成 他出資這樣的這個房子份額 只能當作借資啊 或者其他的 好這個問題說完了 再說你們最關鍵的 就是這個條子是否有效 能否推翻的渠道是什麽 對這個協議 我等於是二支